因為我很多的朋友都為找我 幫助客戶看他們的帳戶 你為什麼要看客戶的帳戶? 多謝你看我的自我塞上 謝謝你 大家有沒有試過見公面試 前一陣子才發現自己原來見錯公? 你不會啊 我都沒有試過 但是他有 HELLO,我是EG HELLO,我是大肥 大肥這陣子真是撲弓箭 相信我們都知道 他有一次就是去IN銀行 哪一間銀行我就不說 總之不是貞子銀行 又是因為你IN的話 我IN貞子銀行 我IN得成一定 你叫人給貞又不是你出貞 他的interview就是網上用別人的系統來做 你拍完影片之後 他就會自動上載 那你沒得修改也沒得重新來過 每人只有兩次機會 真的兩次機會 這傢伙竟然在按到入問題那一刻才發現 原來是用英文和普通話作答 是一句廣東話也不用說的 我覺得真的很惡疚 你嘛 那去到這一步他唯有怎樣 好想我聰明聽到他一腎的時候 我就立刻找東西拍下來 經過大肥授權之後 現在就報給大家看了 大家看了我這麼久 應該都知道我普通話是什麼皮的了 就算你說我50步笑100步也好 這50步也真是好笑 好笑 你好,我的名字是Promise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首先我會介紹自己 我身為一個人的工作人員 我身為一個人的工作人員 在我的工作人員 我的工作人員是商業 和商業的工作人員 和商業的工作人員 更多 我認為我的英文可能不太好 但我會嘗試我的最好 做得好 跟商業的工作人員 我也是很好的聽聞 在我的生活 很多朋友們想跟我一起聊 如果他們有問題,想跟別人說話,他們也會讓我討論,我們會做深深的討論, 我會聽到所有的問題,我會給他們好的提示,謝謝你收看我的英文介紹 大家好,我是Thomas,你們好,謝謝你看我的自我教肖,我第一次幫的全職工作是Akanis Gadgetive,就是一個幫助客戶,看他們的賬物,還有銷售一些比較是變順綠營的工作, 我也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因為我很多的朋友都會找我看,他們有一些問題都會找我清楚,然後我看,我聽完他們所有的問題之後, 我都會給一個好好的建議他們,然後我就願他開心一點,多謝你看我的自我在笑,謝謝你 你怎麼看客戶的張戶? 謝謝都變多謝,每天愛你多謝 哈哈哈哈哈 請用普通話回答,展示,再面對客戶時,你可以如何表達同理心? 你都沒有走開 什麼叫同理心? 他連廣東話都不懂,他連廣東話都不懂,跟你雙你都不懂 唉,你懂,很懂 大家好,我覺得怎樣在下午面前表達這個同理心? 嗯,就是我們,因為很多銀行的父母,很多客戶都未被明白,說得清楚的,我們的責任就是,他們有問題有困難的時候,我們就要可以解答他們的問題,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客戶,然後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難講的婆婆,她 她不懂一個什麼,呃,任何的銀行處做,呃,她只懂這個權,權處和提權的父母,呃,但是她有一些投資啊,還有一些,呃,保險的父母,她想要,她打傷,打傷了這個客戶父母,我們可以解答他,解答他們的問題,這是一個,我覺得,是表達很好的同理心的,請自,謝謝 六個啦,六個啦,就先叫你們表達同理心,你這樣是表達什麼同理心?同理心是切身處地嘛,就是你要將自己,待進去的客戶圖,和我都已經倒沒有了,想不到你可以客戶的,大哥 還有所有因為都不要讀廣東話,可以嗎?因為,有什麼問題嗎?你所有都讀了因為呀! 好玩的 細心聆聽他們說話 這樣並不是切身處地的做法 表達同理生有兩樣東西可以顯示出來 代入別人的角色很行的東西 你這樣說是沒有幫助任何東西 他會有些他的問題去叫你解決 在他說他的問題的時候 你首先要在他的環境想 然後你給他更早列出一些他沒有列出過的問題 就白取到共鳴感 他會覺得你有為他想 第二樣東西都是要快過他 去講到一些 就是你自己做了銀行的 你做了銀行的時候 你要立刻想一下你在銀行裡面 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他的 你就比他早說出來 就是你要快過他 你想客人覺得你切身處地 你唯一一樣要做的就是快過他 或者用一些跟他相約的個案子 但是以往有客戶成功的例子 說些給他聽 讓他覺得有人跟他在相同的處境裡面 都得到幫助 那份工夫要我幫你建議 因為我感覺到他們最想聽的說話 不是你怎樣去表現出你有同理心 而是你怎樣令到客戶覺得你有同理心 這個是銀行會比較關心的事情 多於你是不是一個好人 在面對客戶的時候 我覺得怎樣才可以表達這個同理心呢 就是我們要第一部分 第一次就是要細心聆聽他們的問題 然後就是更早列出他們未遇到的問題 自身處地去想 然後令他們令這個客戶 覺得我是真實可以幫助他 然後真實可以令到他覺得有共鳴 然後想出更多他有智慧入道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在他們的這個問題方面 找一些客戶成功的例子 讓他們覺得 不是讓他們覺得 是讓他們感受到他們的問題 是可以成功解決的 謝謝 有智慧遇到還是有機會遇到啊 救命啊大肥 普通話你都世界級 提交了嗎 是呀 希望我將來不會在那間銀行做客戶 不要那麼X 回來了 這個世界呢 原來真的有奇蹟 竟然 工作電郵 叫2nd in 是電郵啊 是打過來的 偉珍先生你好啊 我們是 銀行的 想約你過來做2nd in 然後我回答他 我不用了 他想啟現場啊 所以他現在又要繼續找工作了 大家記得去訂閱他新開的頻道 就是這個大肥電擊服 給電話 不給 不給 怕大家不知道 他自然那個混蛋 是被人被D了 被YoutubeD了 他現在開過新的 大家快點支持他 可以 可以 你那天翻臉了幾代 我 我真的快死了 我以為很容易剪 喜歡這條影片 又想繼續看趣事分享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 IG和Facebook Share這條影片給大家看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 引以為監的 大家記得如果見銀行的話 記得要準備好一點 我相信任何銀行 好 拜拜